- 叫喜倫 - 哈囉各位生急一賢大家好 - 歡迎收看今天的Video Talk - 我是仲維 - 今天呢跟大家討論一個 -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主題 - 如果你手機或者信用卡掉了 - 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 我們今天呢就請到了一個 - 曾經掉過六次信用卡 - 也被盜殺過的人 - 阿溪 - 信用卡和手機千萬不要弄不見哦 - 哈囉大家好 - 我是小梅 - 那我本身是做金融業的 希望可以提供一些意見給阿喜 嗨 大家好 我是阿包 馬上問一下阿喜好了 你剛才有說 你曾經調過六次信用卡是嗎 常常會跟著皮包一起不見 要不然就是莫名其妙 只有他膽章就消失 我剛開始都會很緊張 馬上答他給客服 然後但是因為常常就是 我已經先把那個卡停掉了之後 就馬上立刻找到了 或者是三天之後找到 所以為了避免就是一直在那邊 騙取新的卡片 這種事情發生 所以我就還是 大概在一天之內 我找完 如果真的沒有 那就趕快報營失這樣子 那你信用卡都不見了 你怎麼打退五個卡 這是一個掉鬼的問題啊 是不是 欸我跟你說 我現在會把那個 他們的電話先存在我的手機裡 因為我掉卡的次數實在是太多 曾經被倒刷過真的是 蠻多次 欸 信用卡公司打電話給我 結果他就說 他們昨天有好幾筆 就是連續的紀錄 我忘記幾筆 總數加起來 大概四萬多塊 他們寄一個書面資料來給我 然後叫我傳真回去 還簽了一個 就是我確認這不是本人使用的 說實在我真的非常感謝他們耶 因為如果不是 他告訴我 拆旗帳單來我就直接繳了耶 因為我是自動扣款的 我根本不會發現 所以你也不會發現 然後那天是另外一家公司打電話給我了 U-Bike 打給我說 你沒有還車 我想說我根本沒有借車 我還用車啊 因為他們找不到那個U-Bike 然後又說 而且我使用的那個路線就是加上那個時數 我也要幫他付掉 可是我根本就沒有借啊 然後我也是就 就聯絡我的那個信用卡公司 趕快把那張卡拼掉 可是像如果網購的話 我現在大部分都是選擇貨到付款 然後就是 因為我覺得有一些賣家付了錢不出貨 或者是來 像我也會像阿喜那樣子 直接在現場 如果方便的話 先把東西拆開 或者拿一下重量 因為之前有被騙過的經驗 就是寄來網購買的那個鞋子 那個時候是已經付款 結果寄來 就是一大一小 那阿包呢 好我想回應一下 因為剛說那個後到付款 大概上個月吧 然後我住板橋 可是他有一筆 他用簡訊通知你 所以你有一筆貨到哪裡 然後我查一下那個門市 竟然在木炸 我人民幣在板橋 我怎麼可能會把貨到付款 射在木炸 我有印象中有一次 我是也是 我沒有 那時候沒有玩遊戲 然後遊戲 就是電信 每個月的手機帳單 有一個遊戲點數被扣 我後來第一件事情 是先去報警 報警完之後我就 就給我一個三連單 然後你就拿去中華電信 他就馬上把你那個方向就推給你 就是我覺得還是有點用 你方便你跟信用卡公司說這件事 然後那一方面我覺得報警 好像也是一個不錯的選項 還有就是我覺得除了掛師信用卡之外 身份證也很重要 他算是第一陣件 而且如果說有身份證的話 通常很多的那種小額信貸 他是要只要身份證就能夠辦理了 那個身份證你根本就是 常常去影印的時候 就把它留在影印機裡面啊 哈哈哈哈 他在五年來吊死罩 太誇張了 身份證嗎 對啊 吊死罩 喔 記得把我把三個月也是重辦 看到你這樣我就放心了 我不是最嚴重的那種 我真的鄭重的呼籲大家 把這則直播存下來 然後可以回放到剛剛小梅說的 哈哈哈哈 筆記 筆記下來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就非常感謝阿血 也謝謝小梅 也謝謝阿包的分享囉 那我們跟大家說拜拜 拜拜 謝謝大家 拜拜